来吧 我敬你杯酒吧 你这完全是以庆舰母的身份来招待我 你真是 你说啥话呢 这是什么叫庆舰母 你长得我都不好意思的 你还庆舰母 你俩就是我兄弟 以后啊 咱应该改口了 你和我庆舰这都过上了 我应该管你叫嫂子 你管我叫二弟吧 二哥 我跟你说张景良 闹笑话 你可别瞎闹笑话 我跟我大哥呀 俺俩还没有呢 还没有呢 没有登记也有先过上的 这眼我都明白 你这说像我这样的 你这说的 算真是那么回事似的 那可不就是那么回事 我问你 孩子现在上学了 啊 上学了 钱都够了啊 都够了 你们过得都挺好是吧 挺好 扫扫了 你们过得都挺好 你们得想想别人呀 你说你们那堆柴火 辽旺旺的跟他找的 你说我这堆柴火都晾三天了 干透透的 现在就给个火星了 蹭一下就着啊 现在就是消防队来隔磁水枪磁都不一定磁灭 我下午确实着急向老伴 你就告诉我实话 我清姐上哪去了 我跟你说二哥 我真不知道我大哥上哪去的 嫂子你如果要这么说的话 咱们话就得往回落 那我这钱我就得管你要了 你说你这你从我要啥钱呢 你也从我要不着啊 这负债子还 负债期还 你这哪里 是不是有这说的 我清你天生气管炎 从来不管钱 你说我不管你要我管谁要 我说二哥 我说你这你咋回事啊 你咋就认准了我跟我大哥过去了呢 他没有钱 他有钱不给你了嘛 你咋不相信他呢 你这咋还急眼了呢 这一般人在家里要说了不算的 能有这么大脾气吗 我告诉你说他没有钱 你有钱肯定给你 这个有钱的话 他不能出去三天不回来 给你借钱一点 你用就扫了 你别借不上 你那么点 他没回来 你先把钱你借给我 往后我用完之后 我再给你拿回来行吗 你呀 你从我借 借不上 再说我也没有钱 你怎么能没有钱 你给你捐那三万块钱 你都花了 还是你们这置办家具了 没置办家具 那是准备置办家具 是吧 我准备置办啥家具 你今天咋的 都对不叫我 我可不跟你说 拉倒 不是嫂子 你不能不管我呀 因为我下午着急 想老伴 你你说了 那老太太长得 咳水了 你说 你这你就不管我 你说 我跟你说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你二弟太寂寞了 行吗 我求你了 嫂子 你是我亲嫂 我跟你退 你就妈我也不行 我不能我求你了 你就帮 往三天不见风雨突变呐 今天我们终于拍到了白大爷 向田阿姨求婚的画面 你怎么又来了呢 拿了不玩老路 路啥路啊 我跟你说 你别小看我路这玩意 等到你们结婚那天 这都是婚礼 微信二啥的 你知道吧 想什么啊 你这一路 好像我俩咋地了 不是你没咋地 你刚才那是个好的 我这是求我嫂子 让她帮帮我 我下午想老伴 你说我这个悲惨的 你这样 你说你路上去 影响我形象吗 大兄弟 你是这么回事 他呢 从他亲情要钱 他亲情没给家 他跪地吧 你就从我要这个钱 你说这哪个哪 这是 哎呀 你们有点 这太着急了 我今天来 就是告诉你们 一个好消息 从两天 这个白大爷 和钱大爷 捐款的事啊 这个网友纷纷好评 所以说呢 网友把这个钱 都凑出来了 就是孩子上学的钱 也有了 钱大爷多捐 那钱也找回来了 白大爷 你找后老伴的钱 也不用再着急了 真的呀 那也太好了 你说我这事 这算 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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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